這個當然也請教這個冠婷 怎麼看今天這個陳佩琪出來 本來從家裡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以為他今天不會這個發言 看起來好像真的蠻哀傷的樣子 結果就到了這個這個土城看守所之後 把這個這個什麼 我這個怎麼樣招羈押 還說有人傳訊息 馬上就來問我四千三百萬傷伴的問題 然後說他當時見的人是什麼 七十多歲的一對兄弟等等 這樣有沒有算這個又一次的這個隔空篡證 當然昨天柯文哲被羈押之後 小草神個崩潰 馬上衝進賴總統的臉書 綠色恐怖啊 哎呀我先講啊 陳佩琪今天出來受訪 整個狀況我是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 重點沒有講 然後講了一堆是適合廢話 所以第一個ATM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ATM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有三種職業真的被列管 我先幫柯文哲前情提要 後面再打臉他啦 三種人真的是被列管 你到銀行去存錢或提錢 是不是被嚴格 沒有到審訊 是被問很多的 第一種是政治人物 第二種是律師 第三種是會計師 這三種人是我們金管機關 認為高度有可能洗錢的人 所以陳佩琪他們可能就覺得天才 那我們今天就去ATM 把錢裡面存來存去就沒事了 不對嘛 那所有的金流全部記錄都有嘛 但關鍵不是這個 關鍵不是你是不是用ATM 關鍵是你的錢哪裡來 對 今天現在外界的所看到的資訊是 有超過百萬元以上 柯文哲跟陳佩琪 你們怎麼會有超過百萬的現金 之前講說是輸的版稅 人家是用匯款的啊 你今天你的薪水 醫院的薪水市場的薪水 用匯款的啊 對 你哪裡來超過百萬的現金 沒有講金流是哪裡來才是重點嘛 對 ATM不是重點 ATM是你不想在銀行櫃台 去回答櫃台的人為你說 欸市場夫人 這個錢哪裡來的 嗯 你不想回答 所以你才去ATM存嘛 對 我拿了通告費 我也去ATM存啊 因為我不想說 昨天上土發吉祥拿的 對嘛 所以這是正常的狀況 可是你不正常的錢嘛 對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 但是這事情走到現在 你們人員真的很差欸 柯文哲被壓在土城 照理講 應該是以前所有跟柯文哲 相關的同事啊 小草們啊 應該都要幫他加油嘛 就沒想到 你看這個網路上面的討論 反而 整個歡欣鼓舞 跟罵他罵最慘的 很多都是台大的 來第一個 你看這一個 我有親人就是台大 醫師退休的 照他的說法 他們當時全都投給他 當台北市長 只因為希望他離開台大 哈哈哈哈 再來看這第二個 這個後勁很強喔 傳出台大醫院內部群組 氣氛很歡樂 你看看這個人有多討厭 就是柯文哲被壓 台大的氣氛是歡樂的 當年希望他會選市長 所以要離開台大 所以柯文哲做人有問題嘛 再來喔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騙小草 你們真的每天說謊 不打草稿的 昨天陳佩琪 跟今天進去那個看守所 土城看守所 不好意思 我講到我個人的事 我有感而發 今天我少想也是要來上節目 因為土城啊 是我的選區嘛 土城看守所 我非常有感情 因為土城看守所 旁邊的健身房 我在那邊運動 到現在都還在 我那個健身房 我們是看得到那個土城 那個那個地檢署 那個新北地檢署 是看得到的 所以老實講 我不知道我的距離 居然離柯文哲這麼近 但你帶東西 給柯文哲 你可不可以不要說謊啊 來第一個 他帶了什麼 他帶了兩套書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 跟百年追求 台灣民主運動故事 這兩本書啊 有什麼問題嗎 沒什麼問題 很棒 台灣人四百年史 在想台灣被殖民的四百年來的故事 百年追求在想台灣民主運動 社會運動的一些故事 但你不要騙人了嘛 為什麼 我有證據 柯文哲根本不會看 不會看 後來那個 台灣人四百年史 因為那個是金裝書 他在裡面鬥毆啊 什麼 所以就不讓他送進去 這就更怪了 黃珊珊是律師 他不知道 就算不知道好不好 怎麼讓陳佩琦出這種囚 被退回來 你不要帶金裝版 你帶那個平裝版 但關鍵是你根本不會看 又僅太高估他了啦 那到底為什麼要送這個 這根本不用跟黃珊珊討論 他根本不會看 他為什麼要送 就讓人家覺得 你看我們現在就被破壞啊 史明當年的台灣人四百年史 就要講台灣被迫害的過程嘛 百年追求陳翠蓮的 就要講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嘛 阿伯是被破壞的 這是他的形象對不對 但我再次強調 真的有學問才解讀得出來 根本沒有 這兩套我都有 但根本不會看 我再次強調 他根本不會看 為什麼 來我問你一個問題 大家有看過小說 那個以前的那個故事書 老人與海嗎 誰沒看過 都有看過對不對 老人與海很好看嘛 對不對 我相信老人與海 應該比剛才這兩本 都來的好懂嘛 故事大家都理解嘛 而且保育聯很好看 保育聯 保育聯每次看都是睡著 欸來來秀玉哥 但你至少有看 你跟柯文哲一樣 柯文哲幾年前 他去參加了一個活動 出席參加一個活動 跟大家講 老人與海這本書很無聊 翻到最後看結果 跟看棒球一樣 幹什麼 浪費時間 不是啦 柯文哲 不要騙了好不好 你在外面的時候 連老人與海都看不下去了 然後現在跟大家講說 你回來去看 臺灣人是百年事 欸他現在心有所感啊 騙鬼喔 不會看啦 只是我只是疑惑啦 真的是秀給大家看的 不然拿金莊美進去 黃珊珊明明就知道 這個根本送不進去 對 會被退回 一個律師會不知道 來我跟大家說 他們要形象出來 就是一個柯文哲 還故意帶去土城看守所 給退回 對對對 柯文哲現在要形象 就是他一個被迫害的形象 對不對 你看黃國昌怎麼講 黃國昌說 那一雙曾經救人 無數的雙手 現在正在被綠色新黨國 靠上手銬 哎呀 囚禁他的肉身 但無法教習柯文哲 主席的意志 聽了有沒有很感動 小草捐一錢吧 聽完之後我覺得 黃國昌也有病 也有 因為柯文哲可能也有病 但黃國昌也有 不用說講也有 這叫中二病嘛 中二病 中二病就全世界 繞拉轉 全世界繞拉轉 盯著監視器 賴清德我在看著你 然後現在就講說 綠色新黨國靠上手銬 可是你講這個有用嗎 我可以給大家看 表情是偏不了人的 黃國昌 我整理出了 過去四個重要的場合 黃國昌的表情變化 來看一下 8月30號的時候 柯文哲被檢房帶酒 笑得很開心 九月二號 柯文哲被吳寶請回 繃著臉 繃著臉 九月五號 柯文哲在開記家庭 笑得很開心 九月五號 柯文哲記家經濟 笑得很開心 來 最近有個迷因圖 稀稀不稀稀的圖 我解讀黃國昌的圖 叫什麼你知道嗎 稀稀不稀稀 稀稀稀 我再講一次 稀稀不稀稀 就講完了吧 這次令人不稀稀稀 這就稀稀不稀稀 稀稀稀 稀稀三次不稀稀一次 就稀稀了 唯一不稀稀的一次是 柯文哲被吳寶請回的時候 講得好亂 很亂 聽完我就講稀稀 對 對 就那個網路上講 貓的那個稀稀的哏 很無聊 但是為什麼要講 因為黃國昌 他現在打的招牌就是 他是柯文哲的代言人 柯文哲的代言人 所以他講綠色新黨國 靠王手銬 當他可以當上柯文哲 代言人之後 柯文哲被破壞 那外面有個救星 要有個救世主來救他 這個人是誰 黃國昌嘛 所以黃國昌現在打著 未來他就是救柯文哲 這個救世主的招牌 舉例 假設下個會期立法院 黃國昌假如跟國民黨合作 提把土利罪修掉 哎唷 那黃國昌是不是英雄 你看沒有金流 那柯文哲還沒被辦 我把土利罪修掉 大家等著看會不會這樣做啦 最後跟大家講 真正的 這樣做民眾黨會滅團吧 對 但無論最後民眾黨存不存在 柯文哲愧對的是過去支持他的小草 我舉兩個例子就好 第一個例子 你過去講財團是刀叉吃人肉 你現在呢 對 金華廣場動工的時候 財團大佬幾乎都現身了 像很多人說 是不是跟柯文哲的五大案有關 為什麼 當天在二零二年的十月十九號 開工典禮 柯文哲最討厭的財團 同一天中華工程的總經理 三三會的理事長林伯峰 工商協進會的吳東亮 等等等等 全部都在場 我不去講說什麼 你是不是跟星光一定有關係啦 跟台新有關係 我不講這些 可是你當年講說刀叉吃人肉的財團 你現在開心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包含你永遠好像很丟臉 不好意思我用丟臉 你一個台北市長搞到最後 你永遠跟你有關的財團就兩個 一個是星光 一個是一個是那個那個威精集團 為什麼 趙怡翔議員做有個爆料 金華城除了容積率與亂 貸款的過程跟對象也很奇怪 因為一般來講這種大的連貸案 會是公股銀行嗎 結果不是 這次居然又是星光銀行來主辦 又是星光 星光銀行現在不就正在跟柯文哲 四北科的案子也在那邊調查中嗎 在整個總貸款額度 一百四十九億當中 星光佔一半 星光人壽三十五億 星光銀行四十億 所以金華城是不是又是併證一個 威精集團也跟星光合作 天啊 高成你搞了八年 搞到現在所有的案子 要不然就威精集團 要不然就星光 你也不真正很老闆 你也不真正很老闆